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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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儿 胖儿 你居然就自己买好了 哪能问题啊 我能问题 不能拿钱 你才有钱 拿我这包 拿着 拿一个非宗物猪式的 不先吧 这个是明天的早饭 黑松露的 黑松露芝士卡巴糖 能很明显感受到黑松露的香气 咸汁是若隐若现的 整体口味还不错 前两天买了一个芝士的 然后这次又去买了一个是 他们家推荐比较前面的 咖啡巧克力 还有一个是罗勒松子 他们家还有什么红豆黄油的 然后玫瑰乳酪的什么 太多了 我就先尝尝它这两颗嘛 放了一天 而且昨天拎了一天 有点变塌了 它闻起来 巧克力味超浓郁的 然后放的是这种巧克力豆 来看一下 很有韧性 你看 很有韧性 就好吃的 对甜甜面包最高的平衩就是 这个不太甜 OK 家店如果是附近的话 是可以叫饿了吗 外卖的 先去洗个手 再掰下一个 如果吃的真的是 一碰就化 裸勒知识的 裸勒知识的 这个面包的香气可以的 因为我没有吃过另外一家 有名的恰巴糖 小伙伴说另外一家好吃 是亚一般 但我觉得这种有韧性的面包 我口味 而且特别这种鲜口的 是OK的 买的福福饼店 酥皮鲜肉月饼 是那个他们家因为出菠萝包嘛 然后鲜肉月饼那个表层是 菠萝包那种起酥 尝一口 里面的肉 它蛮大贵的 我没有加的就是冷的 蛮好吃的 表层这个其实有一点甜味 肉里面放了一点葱 然后口感比较坚持 他们家我感觉最近在摩都疯狂开分店 哦喂 我看到橱窗的时候 以为大概就这样一个大小 16块钱 原来它是稍微长一点的麦穗 点评上推荐排名第一的是什么 番茄罗勒恰巴塔 我不是特别爱吃 选了一个 可谓比较奇特的东北酸菜培根麦穗 好像是叫这个 那我浅浅的 先呗 这么一点吃一下 可以看到这么的黑羹 看到哦 这个酸菜有点过酸 最近可能对面包的 奇迹怪怪的口味的面包 有点劣迹心态 个人不推荐吃什么酸菜 面包是那种有韧性的 然后有点油其实 之前这家的抹茶大饼很火 需要预约才能买上 到底是谁爱吃啊 不甜是真的 但苦也是真的 吃生活还不够苦吗 一口下去味蕾直接阵亡 小敏葱油鸡蛋饼躺在收藏家很久了 打开袋子香气扑面而来 大口大口炫起来 吃上海小宁小晨光的味道 葱油香 猪油香 鸡蛋香 焦香呼应 大爱啊 本期就到这里了